嗨,大家好,我是简小白 我跟我老爸从今来逃车 终于找到了一台 林木北斗星 我身后的这台红色 这个车主已经把轮毂轮胎 以及颜色 它改过了 挺漂亮的 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我老爸现在在看 怎么样 防得拼啊,奶奶 拉下去都可以防 老爸在这儿 他在试这个车 换的跟好长啊 1235路 他这个只有死档 哎,无档哦 我们现在把这个发动机窗打开看一下 这个主人还没来 他把车放在这儿 让我们提前看一下 刚刚是开着空调的声音啊 现在是把空调关了 然后听一下声音 没啥问题 咱们看一下这个后排啊 他这个后排这样放到以后啊 其实空间还是有的 咱们狗子呢 就睡这个位置 对不对 两只狗就睡这个位置 后面呢 可以放两个行李箱 就可以了 然后老爸 你看一下 他怎么操作的 因为 你要把后面拉到去 对 放下来 这个之后呢 就比较平坦了 这个 我们来这后面 这样送中看进去 他放那儿有东西啊 从这个位置到那个位置 这儿放箱子 我是这样想的 放箱子 日堂生活用的用品 然后狗狗睡那儿 就很完美 这空间 这个车 咱们现在坐进来试驾一下 我老爸在旁边的啊 然后呢 那个兄弟在下面啊 他说让我们单独去试就可以了 这个车 我一坐进来 我就感觉啊 嗯 非常的小巧 可爱 而且我觉得充满一种不屈的精神 如果开着进账的话 真的我觉得 需要吃一些苦头 因为不能像那个大车一样啊 在里面睡觉什么之类的 头部的距离 你们可以看见的 咱们坐在副驾驶的头部距离还是挺高的 啊 还有就是这个挡伴啊 像杀猪刀一样 哈哈 另外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音响效果 这个是那个车主他自己改的啊 咱们现在后面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音像了吗 哈哈 这个重低音啊 他放了一个重低音在后面非常大 他说这套喇叭呢 供放啊 他花了差不多四千块钱啊 这个具体是不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如果改装的费用 我肯定是要给他折旧的 这个至于他卖与不卖呢 咱们一会和他谈吧 咱们现在试驾 总体来说底盘不松散发动机声音纯正 但是有一点就是离合器很高抬的非常高 离合器抬的很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方向跑偏 喇叭就这个声音 你解的怎么样了吗 你解的怎么样了吗 当好挂 当好挂 离合器就高 当非常好挂 就是离合器超级的高 不好开啊 比往之前最开始的那个BRDF0那个离合器 还要难踩 咱们看一下这个车的整体的这个外观呢 静态展示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这个车主加装了两只白角啊 加装了这个白角我觉得特别的漂亮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 还有遥控钥匙 算是 这是哪一年的车 06年 06年的车 咱们来看一个细节啊 这个车原本是有这个行李架的 大家看见没 这是装饰什么家的 它是装的装饰品牌是冷用的那种 哪都不知道呢 应该是装饰品吧 感觉就是有眼 你感觉怎么样 啊 这个也是装饰 还是装饰 哪个叫我 它是一万十 车主报价一万四 我还价一万 最后他觉得价格不合理 最终这个车没有现场定下来 后来通过电话交流 他把所有的改装费都算了进来 而且几乎都是按照全新费用给我 我觉得他不诚心卖车 也就没有过多交流 后面也就不了了之 咱们跟着老爸在重庆这边啊 来淘二手车 没淘到 然后我呢 现在是在这边来准备接波妞回去了 也在这边跟着老师啊 学习两天 然后啊 就是有好多朋友 他说我平时是怎么训练安妮和波妞的 波妞呢 我是送到他们这个重庆的家宝训练 训犬基地来训练的 然后安妮呢是我自己训的 不过我们这个老师啊 他说就是传授一些经验教学啊 所以呢 咱们呢一会等这个老师从里面出来以后 咱们看一看他平时是怎么训练的 现在咱们这个老师 带了一只拉布拉多出来啊 这只拉布拉多叫什么名字呀 这个拉布拉多叫拉法 拉法 对 乖狗训练了十多天 训练了十多天 对 这么快啊 他的动作还挺利数的呀 他现在还不够稳定 现在还在诱导阶段 这个养狗训狗啊 其实有很多经验和技巧的 如果老师教给大家呢 其实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训一训 但是呢 肯定做不到像老师这么专业 不过呢 我们可以让老师啊 给我们讲一讲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 首先我们在训练狗狗的时候啊 我们要准备好就是狗狗喜欢吃的食物 或者玩具 用这个东西的话 是来吸引狗狗的注意力 我们是用来对他进行奖励的 比如说这个狗他现在 我要训练他趴下 握下 欸乖 他握下以后我会第一时间 给他吃一些零食啊 狗粮啊之类的 然后让他就是增加他的记忆力 握下 欸乖 那么那么在叫他握下之前要做什么手势 他才能握下呢 就是用牵引袋 向下拉扇的同时 拿手引救他 向下 哦 这样 如果狗狗表现得很很躁动 或者说过于兴奋 不是控制的情况下 我们要用牵引袋去控制他 去告诉他不要那么兴奋 让他学会安静 我们所有的审法都是来自于这根绳子 这个牵引袋 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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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像那个 你这个砖就是要用那个食物去把它从 对 引诱过去是吧 对 然后快速的给予他奖励 那明白就是 穿过我的腿可以得到 美食 啊 那你手里面的这个是什么 那个呆呆呆的那个声音 这个是响片 我们训练狗用来初期就是标记狗 不正确行为的一个工具 啊 因为他可以快速的就是让狗明白 这个声音跟食物是相结合的 我想 他完成了我的指令 我按动一下 给他吃 让他明白 这个就是标记他做出正确行为的一个 小训练工具 叫小片 哦 那咱们训练是从 多久开始训练是最佳时间 一般的话狗狗就是 到家以后四五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训练了 四五个月啊 对 要真正的技术服务训练的话 狗狗我建议还是在五个月左右比较好 五个月以后 对 换牙期啊这些已经过了以后 这个时候训练他比较好 哦 小时候也可以训练 他只针对于就是比较专业的人 哦 可以给他做一些基础训练 这个小娃娃独幼儿园一样 那比如说你教狗狗拉屎拉尿的话 有什么经验就是让他 不杀在家里面吗 这个的话我们首先要训练大小便哈 我们要准备一个就是说比如说 航空箱啊小笼子啊这些东西 防止狗狗就是在过大的空间当中去活动 他就可以可能会随便乱拉 如果他是住在航空箱里面的话 空间狭小嘛就有助于他学会跌住大小便 哦明白 然后我们定时定点的就是拉他出来排便 他就可以打到一个不在家里面乱拉的一个好习惯 哦就是要给他准备一个笼子 对对对 哦明白了 比如说凶猛的犬他比较兴奋嘛 兴奋度高 然后就会产生扑啊咬啊这些 那我们怎么去控制他呢 这种情况的话 因为马犬啊这些狗狗 他是属于工作犬 兴奋度一般就比宠物狗他要高很多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前期不要过早的去放掉绳子 用这个绳子通过这个拨圈 来给狗一些压力 然后让他学会安静 比如说他在躁动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个绳收紧 给他传递一些负面的一些能量 在他的体内 然后让他觉得不舒服 然后他就会变得相对安静 安静的时候我压力消失掉 然后给他一些吃的 鼓励他就是安静的行为 这样长时间的去训练 然后狗就会学会在主人面前 保持一个冷静的姿态 就不会过于躁动 明白了明白了 听到了吗可以学一下 刚刚老师讲的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咱们在刚刚训犬之前 一定要带一根绳子 主要作用就是为了掌控这个狗狗 让狗狗在发生错误的行为的时候 让他明白 通过绳子控制 让他知道主人的情绪 让他明白这是不对的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口头上的呵斥 要让他知道 比如说我的行为习惯就是 NO 就这样让他明白 发生错误的时候 我声音和动作上也要制止他 另外就是你在训练之前 准备好球啊 食物啊这些去诱导 所以过多的呢 咱们还是倒回去 看一看做个笔记 大家了解一下 好了 咱们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个赞关注一下 拜拜